人生实物 我们一起来听 人生第一物 聚散不由人 得失天注定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顺其自然 想要的都会来 一切随缘 是你的会出现 人生第二物 烦恼天天有 不减自然无 越计较越痛苦 越大度越幸福 把心放宽了 大事变小了 把事看淡了 烦恼就没了 人生第三物 来不是我们所想 去不由我们所愿 生而为人 既然不能决定生死 那就享受过程 活好当下 人生第四物 人生是财富 无灾无难是幸福 别把金钱看太重 人走以后都是空 健康的活着 就是福气 平安的终老 就是成功 人生第五物 爱占便宜的人 最终会吃大亏 愿意吃亏的人 最后会得好处 能吃亏的人 人缘好机遇多 所以吃亏是福 做人别贪图 人生第六物 人品永远大于能力 良心永远贵过黄金 人品好一切都好 良心在福气长半 人生第七物 不说是一种智慧 不争是一种修行 沉默是成熟的表现 不争是大度的证明 人生第八物 所有的遇见 都是有原因的 无论你遇见了谁 都要好好善待 前世的因 后世的果 若无相欠 何来相见 人生第九物 凡事不要太计较 做人不要太贪图 知足才能无仇 简单才能快乐 放下才能轻松 释怀才能舒服 人生第十物 人生只此一次 生命只有一场 能活着便是荣幸 还活着就是赢家 别比钱多钱少 无病无痛就好 别比富裕贫穷 开开心心就行 人生第十物 人生第十物 感谢观看